在QQ上面输入人父信息进行搜索 很容易就找到多个用来收购和贩卖人父信息的QQ群 这些信息明码标价 商家拿到这些个人信息之后就可以进行精准营销 组教中心或者一些烧奶粉的推销电话 最好就有相关法律来保护私人的一些个人的资料 不要外舍 目前惩罚涉取和买卖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不少 不过这些处罚条会都是零省的出现在多部法律法规当中 不够集中也都不具有针对性 有法律家人士呼吁应该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法律出台以后一定会对相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有所在着 但是想要真正达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既需要公民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 也需要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些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普法教育 广州电视记者甘甘民否到